欢迎收看简博真说 离2024年结束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认为 2024年有很多的那个新闻 很多大家关注的事件 但我个人认为 只有两个新闻是最有价值的 一个是丑闻 一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新闻事件 我们先说说哪一个丑闻吧 这个丑闻当然是 阿里旗下的达摩院的 江平澳数竞赛事件 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网友 还在探讨议论 江平事件的种种后果和原因 其实这件事就我看了 已经很清楚 那么江平事件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江平和普通的老百姓 相信灰姑娘可以逆转的老百姓 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达摩院自己 就连我来说 我也第一次通过这个事件 知道达摩院是这个 二数的操办者 当然还有受益者 就是我们的媒体 包括官媒 包括一些大卫生 非常清晰的一个情况 就是达摩院自编自导了 江平事件的始终 那么作为一个江苏中专的一个学生 一个17岁的女孩 她异常获得了 达摩院奥数竞赛的初赛的好的名次 那么达摩院也在第一时间走访了这个江平 其实他们已经知道结果 或者他们也很容易知道这个结果是造假的 但是达摩院没有让江平再发声 以保护他参赛 参加决赛的这个不受打扰的名义 然后让世界发酵 让很多善良的人 善良的老百姓 曾经在普通人 灰姑娘 可以当白天鹅 可以逆袭这个世界的 情绪的亢奋中 欢腾中 尽管有很多资深的专业人员教授 提出了质疑 但是很快也收到了网报 那么为什么在11月1号 达摩院才低调的公布了这样一个弄虚作假的结果 其实他所取得的需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而且他也想这样低调的处理这个结果 不被公众谴责 其实达摩院是非常可耻的 非常无耻的 为了打造他自己的品牌 不惜去自编自盗 这样一个令人愤怒 也令人沮丧的故事 那么另外一个新闻就是 上海女孩 沙白去瑞士 也是中国第一个 史史安乐斯的女孩 她 在倒计时的这个视频 备受观众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和关注 那么他的情况就是 他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然后 他引发了很多人 对生命的思考 对死亡的思考 特别是 作为有着好死不如赖活的中国人的 这个文化的情况下 做出了大逆不道的直播 也通过他的行动 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理解 对啊 那么这样一个事件 将载入历史史册 但是它 是被 很多中国人所不能接受 或者不敢去面对的 甚至无法去思考清楚的 这样一个事件 感谢收看 简播正说 简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